今天买跟乔儿娃的粥杆回去烧 永会超市都不卖佩气嘎嘎了 年轻的老板娘也回娘家了 爷爷这个鱼还在有洋永 算了算了吃不起吃不起 这个猪粥杆载好了 我们找到皮一块一块的给它挂洗干净 全部挂洗干净过后 再用清水给它多冲洗几次 猪粥杆洗干净后冷水下锅 再用点姜葱料酒 先给它焯一下水去除血水 焯开过后用勺子打去浮沫 然后再煮三分钟后把它捞出来备用 今天的辅料碗我准备了两斤狗 这个狗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坨坨 切好嫩狗给它再放入清水中 反复的清洗一下 因为有嫩狗这里面有泥棒吗 锅里下入一点点植物油 油温烧热过后下入猪粥杆 先把猪粥杆炒一下这样子吃起来才香 稍有扁炒过后来一点姜葱 干花椒 再两颗八卦 然后加入水 烧开后用勺子打去这个浮油 然后调味一勺盐 猪粥杆转入高压锅中 把猴也全部放进去 把它烤转 刚才在铁锅里面我没有放猴 是因为猴在铁锅里面会变黑 所以我就没有放 盖上盖子上气过后用小火压20分钟 如果没有高压锅就用铁锅给它灯过一个半小时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个蘸水 蒜给它剁成蒜末 葱头切成葱末 再来上一点青椒末 腊鲜露酱油 来一瓢巴适的红油 味精 白糖 毛毛醋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子蘸水就已经打好了 猪粥杆已经压来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 把里面的这个姜葱给它叼出来不要 还有这个八卦也剪出来 我们舀一点汤起来尝一下有没有味道 盐味有点淡哈 再调味一点盐跟鸡精 合转合转的把它舀出来装盘就可以了 哇 砍刀就流轻口水了哈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锋 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 简单又美味的一道莲藕 炖猪粥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猪粥非常的软烂 喧香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先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做一下 猪粥感这样子蘸一下 吃起来味道才安逸 今天我就坐着吃了哈 给大家尝一哈 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再整一个猪 非常美味啊 这里来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都说是那个前提后旁 其实对于我来说就不是针子的 前提的话 它收入很有多 吃起来不应该一咔牙齿 然后后提的话 它筋很有多 吃起来才舒服 最终我觉得把猪粥感还是把后粥感好吃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